U-Bike带来的便利性让许多民众都希望自家附近就有租借站 而新电市区不少路段也都有设点 现在U-Bike也将有机会进驻到北夷地区 地点就在清潭国小门口旁的任行道空间 美台内里长简明峰就表示 这处地点除了腹地大而且学校也乐意借用 再加上临近公车站牌 对于民众转程相当方便 新电市区陆续有许多地点都设置了U-Bike 让民众在转程或者是代步上都方便了许多 也因此位于新电北夷路区段的美台里里长简明峰 也积极争取里内能有适当的地点可以让U-Bike设站 前新北市交通局中华电信捷安特公司等单位 便来到了清潭国小门口前十地的会堪 希望能利用门口旁这条人行道的空间 让U-Bike能进驻到北夷地区 它的腹地够宽 而且还有我们公车站牌的位置 然后我们如果搭公车回到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骑着我们脚踏车 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住处 或者是我们开始去运动 那它运动完之后 其他人到这里停放之后 它可以直接到对外面搭车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新电市区 都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说未来新电站那边也有设置U-Bike的话 它就可以不用做公车的接驳 直接可以运动型的 然后我们到了新电地区 然后我们可以去搭道程 都很方便这样子 如同当地里长所说 目前选定的这块地点 除了临近公车站牌 学校也同意借用 因此在交通与空间上 都有不错的条件 而清潭国小校长简长力表示 学校方面绝对会全力配合 但首要还是要以学童安全为考量 用路人的安全 譬如说我们的小朋友上下学 会不会因为这个点 而影响到他的用路的安全 交通安全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考量 在经过了会看协调之后 长约30公尺的人行道 初步评估能够设置20柱40台的U-Bike车辆 并且另有足够的宽度可供行人通行 但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由于现在捷运新电站以及公所站 都还未能顺利的寻觅适当地点设立U-Bike站点 因此在营运及效益评估方面 恐怕会影响北一路站点的设置 不过也不排除其他的规划 假如北一路成功设站将可加汇 美潭里 清潭里 圆潭里 近一万三千多位的民众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电采访报道